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它说RootL1平行L2 那我们证明脚1加脚2会等于脚3 再来第二个如果脚1等于48度 脚2等于45度那脚3是几度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小题 我们怎么去证明脚1加脚2会等于脚3 这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能够画一条辅助线 这个辅助线通过脚3的脚顶 而且这个辅助线L3 有什么特别 它跟L1跟L2是平行的 换句话说L1平行L2平行L3 这三条线之间彼此都平行 那么当我去把这条线画出来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L3就把脚3切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上面这个部分我们取名叫脚4 底下这个部分我们叫脚5 脚3就会被切成脚4跟脚5 那这个脚4跟脚1是一个内错角的关系 所以脚4会等于脚1 一样的道理脚5跟脚2也是一个内错角 所以脚5会等于脚2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脚1跟脚2加起来 就相当于脚4加上脚5 那脚4加脚5就是脚3 所以我们就可以证明完了 那我们怎么去写呢 首先我们就写说 脚1会等于脚4 为什么脚1等于脚4呢 因为它们两个是一个内错角 那两条直线平行嘛 L1平行L3嘛 所以它的内错角会相等 脚1等于脚4 再来一样的道理 脚2等于脚5 它也是一个内错角的关系 那既然脚1等于脚2 脚1等于脚4 脚2等于脚5 所以我就知道说脚1加上脚2 就相当于脚4加上脚5 那脚4是几 脚4是跟脚5加起来 其实就是脚3嘛 所以我们就证明出来 脚1加脚2会等于脚3了 那题目告诉我们说脚1是48度啊 那脚2是多少 45度嘛 所以加起来 48加45加起来就会等于93 因此我就知道说脚3呢 是93度 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做完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一题 到底要教我们什么东西 它要教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结构 就是说当有两条平行线 叫L1跟L2的时候 那么假设它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 那么尖尖的这两端加起来 会等于另外一边的尖尖的这两端 直接尖尖的这一端 所以这个圈圈 两个圈圈加起来 就会等于这边的勾 记住这个结构 那后面的题目 就会应用到这一个 这个我们目前所证明出来的结果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立体5 立体5它说 L1平行L2 且呢脚1 脚1在这里 会等于145度 145 然后脚2等于140 脚2在这里 140度 那么要求这个脚3 那在刚刚立体4的时候 我们有教给大家一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有两条线平行 比方讲L1平行L2 那中间呢有一个像 注音符号7的结构写下去的时候 那么这两个朝左边的尖尖的角 加起来的和 会等于这个朝右边尖尖的角 那其实这里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只不过它这个7的方向不太一样 但是问题是朝右边尖尖的角 它度数有没有跟我们讲 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里如果是145的话 这个平角啊 这边这会等于180 减掉145 减掉以后你就会发现 这里其实是35度 一样的道理这里如果是140的话 那么这一个尖尖的角就是180 减掉140 算出来就是40度 那因此我就可以知道 这两个角一个是35一个是40 那么朝右边这个尖尖的角 这两个加起来 会等于朝左边这一个角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 角3啊 会等于35 再加上40 加起来就会等于75度 那这一题就做完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题 考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考我们一个东西 就是说 两个直线L1跟L2它是平行的话 那么朝左边尖尖的角的和 度数和会等于朝右边尖尖角度数和 就这么简单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第六题它说 如图L1平行L2 要证明呢 角1加角2 会等于角3加角4 那这怎么证明呢 角1加角2 会等于角3加角4 在这里 好 刚刚啊我们有讲过说 如果有一个直线L1跟L2 它是平行 那有一个7字型的 像注音符号7的解过去以后 那么朝左边的这两个角 加起来度数 会等于朝右边的这一个角 那这里也一样 朝右边的 加起来度数和会等于朝左边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就好了 好 假设我在这个角3这里做一条直线 它叫L3 然后它跟L1L2是平行 一样的道理我也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直线 然后叫L4 它跟L1L2L3L4都平行 那既然它都平行的话 借下去以后 就会有所谓的内错角相等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 这里这个角1 它就会等于这个角 为什么 因为两个角都是内错角 所以我们把两个角都做上圈圈的符号 再来勒 这个角3的左边 下半部 我们做一个叉叉的符号 会等于角2的上半部叉叉 因为它也是一个L1跟L3之间 平行的一个内错角 所以叉叉 我们两个代表它相等 然后警戒下来 在这个角4的地方 会等于角2的下半部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勾勾的符号 因此我就知道圈圈等于圈圈 叉叉等于叉叉 然后勾勾等于勾勾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朝右的有谁 朝右的有这个圈圈 我用蓝色的 朝右的有这个圈圈 然后有一个叉叉 有一个勾勾 所以朝右的这个角1加上角2 就相当于一个圈圈 再加一个叉叉 再加一个勾勾 各一个 那么朝左的角3跟角4呢 那你来看喔 角3的上半部是圈圈 下半部是叉叉 然后呢 这里角4是勾勾 所以它也一样是圈叉勾 因此我就可以知道角3加角4 其实也是圈圈加叉叉 再加勾勾 它都一样都有一个圈叉勾 那圈圈会等于圈圈叉叉 会等于叉叉勾勾 都会等于勾勾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角1加角2 会等于角3加角4 这样就证明完了 角4 好 那如果说角1加角2 会等于角3加角4 简单一点讲 朝左边的加起来 会等于朝右边的 那换句话说 角1如果是48 角2是77 那48加77 就会等于角3的72 再加上角4 可是我不知道角4是多少 所以我把它解出来 这个72移向过去 48加77再减掉72 减72 那77减72是5 所以48加5 就会等于53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 角4会等于53度 那么我们做完这一题 又有什么概念呢 就是除了刚刚的7以外 现在呢 这两个 两个像N字型的结构 它其实也是符合一个原则 就是朝右边的角 的合 会等于朝左边角度数合 朝左边的加上 会等于朝右边的 就这么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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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